保理政策本里的当时公访 暂地真看 不仅仅有两顶 和教授休闲运动器材 有民众感觉很高充 希望可以增加自动娱乐设施 既然了解时 在接到民众建议了后 今天是特别邀请的管党里面前 以及关乎地政策 共同来会看 探透增加自动娱乐设施的可能性 在新的保理政策 带着资料来向管党里面前说明 赢做运动公访 对着移动的好处 虽然管党里面前 看到也感觉很好 但卡在关乎地政策 经费有限 加上对着运动公访 也不够了解 管党里面前认为 这一期目标 这些心中 当时公访进行休闲设施的家共 以及为了每年保理的经费 来做好准备 今年度虽然有50万的经费 来益助 但是我想这个公园 要来加强整理 加强来变化改造创造 我相信明年 我们在兼会上 我们允许的话 都变一点 同时把这些 这个垂荣 垂荣这个荣室 再加以整理 打造一个造型 晚上用 用观环境 来把它布铸起来 让这个公园 变成美轮 缅范的一艘公园 虽然没得到关乎方便的心路 但这些省的民众也是公团 建造运作运动工园 对着促进 勤筑合同的帮助 以及也可能 促进保理管工的好处 意外联系 想要认为 制作好地 勤筑运动工园 也是保理定 正需要推动的 公共建设 地方这些热心的妈妈 她有建议说 像我们台中 熬峰山 运动工园 那种方式 就是说 让我们的小朋友 比较有挑战性 比较有意志性 以及比较有平衡的 动作的 一些这些运动工园 不要说一般的传统 就是溜滑梯 还是秋千 那种的运动工园 你看我们的这些 游乐设施 东一个西一个 你说这样子小孩子玩 你会让你的小孩子来玩吗 我们做父母的 都不放心 那我本人 因为是专业 做这个景观规划设计的 在这方面 我们有很多经验 只要政府支持 设计不是问题 保理定的当时的公园 专地开划 还有很多藏的青丫手 可以赚粮 为了你市区也很近 不过会跟中希望 达做适合移动 这头的公园 这是在关乎 经费有限 官党里面前 也将独特地政策 明年来变得预算 调向民众 应该的公园形态来改进 记得点蜜蜜 彩虹不如